小小房間裡頭塞滿便衣刑警 視線往右一瞥這床上是槍嗎 常常一把槍放在手提箱裡 這個畫面出現在名展裡頭 真的好嚇人 員警一邊侵點證物 而這名雙手抱著貓的黑衣男 就是這次警方的目標 29歲的謝姓男子涉嫌恐嚇 嫌犯被指控恐嚇取財115萬 而且恐嚇的對象還是他的女友 雙方透過網路交友認識 兩人交往一個多月就變掉 因此他的女友才會跑到派出所來報案 甚至還稱自己曾經遭受到拉扯 導致他的左手手腕無法彎曲 警方調查 兩人到南方中立住處同居 先信男子一開始 先是甜言蜜語的公事 接著開始對女友說 自己的阿嬤生病需要一筆錢看醫生 沒多久又說自己要投資 希望女生可以贊助 直到對方開始抗拒 嫌犯就會亮槍恐嚇讓女方心生畏懼 不敢離開半步 直到11月底才找到機會脫身 雙手上銬被帶回分局 模樣狼狽 當初謝姓男子發現女友逃跑 連夜到台中移出汽車旅館躲藏 警方巡線找到人房門打開 裡頭除了找到一把槍和毒品 還發現房內還有另一名女子不排除想要顧忌重施 繼續詐騙女網友 這回儘管她說都是女友自願給錢 摩鐵和住家搜出的長短槍也都只是玩具槍 但一個月花光別人一百一十五萬確實傷了對方的荷包 也讓人傷心 TBS新聞黃妞欣彥請備事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